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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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年輕的時候 我爸爸告訴我一句話就是 人不理財 財就不會理你了 而且你會做任何事業都不會成功 你要把財理好 你才有辦法把事業做好 一開始是崇尚 但是感覺好像不太適合自己想要的理想 我來 我又轉行 在這個行業當中 我剛好幫助高雄兩位友人 他們就鼓勵我從事補教 所以就從此開始我的補教的生涯 那就大概做了快十年 我就自己蓋一棟補習大樓 地下一樓跟二樓改成幼兒園 基於一個父親對女友的愛 所以我就決定開幼兒園 開幼兒園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三個學生 但是我還是秉足一個禮憲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我們到第二個月就變成十二樓 一開始的時候我的幼稚園 我是走前美體系 我在鄉下走前美很辛苦 我又價錢又不高 差不多第六年的時候 就碰到九二一 我在想 我這麼用心的去做 收費那麼便宜 在照顧鄉鎮 那為什麼我還是會 會躲到上天給我的懲罰 就是整棟大樓搖倒 重點就是不懂得理財 不知道去買房地產 也不知道把這個錢做一個規劃整理 所以當地震來的時候 我是被債務重來 那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當時開補習班大概收費收得太高 所以上天在懲罰我 我們是拿出三萬塊 七十幾戶裡面我們找出十戶 一戶每個月給他三千塊 在這個當中 讓我想到 感受到就是分享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當在困難的時候 你還願意幫助別人 那你的心理也是快樂的 熟 分享 還有愛 關 擺 走 你要把事業做大 你不做分享 不守得 是不可能做大的 對保健來講教育是武士 我的觀念是高品質平價收費 它的重點是為花不起高所得 享受優質的教育去開的學校 這是保健的一個創效理念 那第二個理念就是 讓所有員工都是保健的股東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尾牙 所以他在那個員工的寧記率是造就的 我照顧員長 員長照顧員工 所以當我們到大陸投資 到菲律賓投資 我慢慢的感覺到 這個都不是TAS 真正TAS就是保健最快 保健這個夥伴們 他們的向心力 他們的用心 跟對家長 對夥伴之間 跟對公司的一個向心 是用今天買不到的 看到我們員工這麼快樂 這麼一個團隊的一個和諧度這麼好 我內心感受真的很滿意 而且很感謝他們 因為沒有他們 就不會有今天的工具